如果您是新手想养好看的花 而且能够养开花的 而且您家中光照不足 那么您可以选它 它呢叫做泼墨石壶 是属于石壶蓝的一种 因为它开花是以白颜色为主 边上会有一些粉色或者是紫颜色 就像国画一样 所以叫做泼墨石壶 它也是蓝花的一种 所以说在家庭中相对比较好养 而且它怕强光曝晒 强光曝晒以后叶片会出现边缘发黄 黄叶落叶的情况 所以在家庭中有散光的位置即可 那么什么是散光呢 就是我们每天建一两小时光照 或是建点稀稀拉拉的明亮光 都是可以的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 但是过度烟也是不会生长的 在家庭中养它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要记住 换盆一定要操作 特别是我们养埋到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用大颗粒的这种椰康去种植的 我们在家庭中最好选择使用树皮去栽种 栽种的时候花盆不要用太大的 尽可能比原来的花盆大一到两号 不要用深盆 深盆底部积水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我们只需要找一个花盆 在里边加上一些兰花专用土之后呢 把原来的土壤去掉 您看一下原来的土壤 它里边全是大的椰康 而且根系比较好长得比较白 我们只需要看到它外边露出根系来 直接放到里边去 四周上填充上兰花土 或者是大颗粒的椰康就可以了 直接将它四周填充好了以后 再去给它浇上水 如果你有生根叶 可以浇点生根叶 这样浇上水以后放到一个室内散光的地方 保证通风 它就不会出问题了 它呢是属于秋石户的一种 在秋季开花 所以说现在去买的话 都是带着花剑的 开花是比较漂亮的 而且花期比较长 一根花剑上能够开出近十朵花来 如果这个苗子养的足够大 养的时间足够久的话 一盆就能够开爆 到时候非常的漂亮 如果喜欢养的话 可以去选择一下 它是非常好养 而且适合新手 对于光照弱的环境中也能够养的 这就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品种